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起令人震惊的医疗账单争议 杰米·霍姆斯·Jamie Holmes只进行了一次结扎手术 但却被要求为两次手术付费 令人不禁想问这是怎么回事 手术中心的账单似乎不仅模糊了事实 还试图让他承担不必要的费用 即便面对收款机构的诉讼威胁 霍姆斯坚持不屈服并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益 我们将揭示这起时间的来龙去脉 并探讨医疗保险和账单问题的复杂性 难道医疗系统真的会以这种方式对待病人吗 许多专家指出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合情理 还可能违反了患者的权益 在这场与医疗机构的对抗中 霍姆斯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教训 对于虚假的医疗账单绝不能轻言放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杰米·霍姆斯·Jamie Holmes 住在华盛顿州西北部的林登 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 2019年38岁的他这计划进行一次结扎手术 这是一种永久性的避孕手术 经过多次医疗咨询和与保险公司的沟通 他的保险公司Premier Bull Cross 已经事先同意承保这项手术 他选择了位于贝林厄姆的 Pacific Rem-Outpatient Surgery Center 进行这次手术 这家手术中心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声誉 那天霍姆斯怀着略微的紧张 走进了手术室 他知道这次手术将改变他的生活 手术过程中他被麻醉了 当外科医生在进行结扎手术时 意外地发现了子宫内膜异味症的早期迹象 这是一种常见 但可能会带来疼痛和其他问题的情况 通常以纤维性疤痕组织在子宫周围生长位特征 外科医生做了一个快速的决定 花了大约15分钟 稍着这些麻烦的组织 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当霍姆斯从麻醉中醒来 医生告诉他这个意外发现 以及他如何在预定的60分钟内完成了所有的操作 包括结扎手术和子宫内膜异味症的治疗 霍姆斯感到轻松 他认为这只是手术中的一个小插曲 医生也告诉他 这额外的治疗费用应该很少 甚至可能不需要额外支付 他的生活似乎一切如常 直到账单来了 他收到的账单金额高达9620美元 他的保险公司支付了1262美元 根据保险合同允许的调整后 手术中心向他收取了2605美元 霍姆斯开始感到不对劲 他仔细查看账单 发现手术中心竟然将这次手术 分成了两部分收费 一次是结扎手术 一次是子宫内膜异味症的治疗 每次费用均为4810美元 霍姆斯认为这是一个误会 他试图与手术中心的账单部门沟通 解释他只做了一次手术 但手术中心坚持他们的收费方式 他形容这种情况 就像在快餐店点了一份餐 却因额外的薯条 被收取了两份餐的费用 我没有得到额外的汉堡 饮料和玩具 并不打算退让 霍姆斯的保险公司Premierable Cross 咀嚼支付两次手术的费用 而手术中心将大部分差额转嫁给他 他决定不支付这笔他认为不公正的费用 这家由医生拥有的手术中心 后来被Peace Health收购并关闭 但这笔债务被转交给了一家收款机构SBNC 2023年12月 该机构对霍姆斯提起诉讼 要求支付3792.19美元 包括利息和费用 收款机构要求法官授予检疫判决 这可能允许他们从霍姆斯的工资中 扣除这笔款项 霍姆斯不打算屈服 他提交了一份书面回应 并在两次听证会上 通过Zoom和亲自出庭 解释他的立场 没有请律师 法官在2月份裁定 由于案件事实存在争议 收款机构无权获得检疫判决 乔治城大学健康保险改革中心的联合主任 萨布丽娜·科尔莱特·萨布丽娜·科尔莱特 萨布丽娜·科尔莱特 形容这种情况 如同卡夫卡小说 一样荒诞 外科医生在手术中 发现其他问题并处理 他是很常见的 他说 在医学上 让患者为次要问题 进行单独的手术 既不合理也不经济 如果手术中心仍在营业 科尔莱特建议霍姆斯 向周监管机构投诉 然而 手术中心已经关闭 收款机构暂未推进诉讼 霍姆斯表示 如果该机构继续追讨债务 他可能会聘请律师 并反诉他们 这场斗争并非霍姆斯本意 但他认为 这是一场基于原则的战斗 他们把我当成傻瓜对待 他说 如果他们对我小气 我也愿意对他们小气 这一事件 给其他患者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不要害怕对抗虚假的医疗账单 即使争议进入法庭 许多人在面对 收款机构的检疫判决时 可能会因为 缺乏足够的通知 不会读英语 或没有时间 而选择屈服 然而 伯内塔 海恩斯 Bernita Haynes 指出 如果案件事实存在争议 法官可能会拒绝检疫判决 并将案件送交审判 这迫使收款机构选择 花更多时间和金钱追讨债务 或放弃 在这种情况下 固执是有回报的 他说 最终 霍姆斯的坚持 为他赢得了这场战斗 成为了对抗不公正医疗账单的 坚强代表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多困难 对抗不公正 永远值得一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病人 只做了一次手术 却被收费两次的荒唐事件 首先 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霍姆斯女士 只做了一次手术 但却被收费两次 这让人有种 坏蛋医生联盟的感觉 医疗机构 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而不是坑蒙拐骗的市场 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就像不能允许唐僧 被妖怪扎走一样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 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